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逃离敦霍尔德这个副本 我们不得不好好解说一下萨尔这个人的故事 说完了萨尔也就等于说出了逃离敦霍尔德的主线剧情 古伊尔是传奇兽人英雄萨尔的真名 传承着荣耀的双狼氏族的酋葬血脉 他的父亲杜隆坦和母亲德拉卡 都是经历过旧部落崛起时的黑暗时期的见证者 却因为公开反对当时握有大权的邪恶术士古尔丹 导致全族惨遭放逐 杜隆坦与德拉卡均惨死在古尔丹所派出的刺客的刀刃之下 当时还是婴儿的古伊尔也差点受命 却阴差阳错的被一位叫做埃德拉布莱克摩尔的忠实发现 从此开启了他不平凡的际遇 布莱克摩尔为墙堡中的兽人婴儿命名为萨尔 代表人类通用语中奴隶的意思 并计划将萨尔培育成自己野心计划的重要棋子 为此布莱克摩尔不但让自己的仆人一家用奶水养育他 还雇佣老师教育萨尔 请人指导他战争用的策略 训练他各种武器的格斗技 布莱克摩尔试图将萨尔训练成一个有教养的领袖 有朝一日让他接管兽人部阻 并依靠被奴役的兽人军队来征服世界 19年后萨尔成长为一个强壮反应敏捷的兽人 他年轻的心知道他不能一辈子做奴隶 当他在城堡中逐渐长大时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 他知道他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同胞都被人类俘虏 并关进了俘虏收容所 在此期间 萨尔意外地与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女人相遇 特莱莎·福斯顿是布莱克摩尔误人家中的女儿 是一个从未见过战争的小女孩 因为亲生弟弟的死亡 而让她把父母帮忙照顾的萨尔 投射成自己弟弟的替代品 他丝毫不怕这位绿皮兽人 经常私底下教导天真无知的萨尔许多事情 瞒着主人将各种书籍抽渡给萨尔阅读以增长萨尔的知识 他和萨尔秘密交换信件许多年 特莱莎的行为不但像一个慈祥的母亲 又像一个细心照顾弟弟的好姐姐 培养萨尔同时具有宽容和威严的优秀领导人性 除此之外 负责教导萨尔的忠实 不但让萨尔学习到一身傲人的格斗冠军技巧 更使得萨尔了解到一场战斗的胜利 靠的不仅仅只有力量 还需要靠头脑 并在击败敌人的适当要展现出仁慈 粮食亦有的教诲 正使萨尔可以在奴隶的身份状态下 保有高贵和不平凡的主要原因 萨尔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赫赫有名的角斗士冠军 更是布莱克摩尔的赚钱工具 萨尔的每一场获胜 都替他的主人赢得了不少的赌金和名望 但他自己也慢慢的了解 他的主人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关爱 只把他当作一个物品来使用 只想利用他来成就自己的野心 萨尔也在这段时间学习到原来 布莱克摩尔是负责管理所谓 囚禁战败兽人集中营的将军 他所居住的敦霍尔的城堡 是集中营的管理中心 他知道自己不会就这样永远的被束缚在牢笼之中 终于有一天 依靠着自有Teresa的帮助 萨尔成功的逃离敦霍尔的城堡 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 也开始寻找他生死的冒险 而这就是逃离敦霍尔的之前萨尔的故事 逃离敦霍尔的在玩家口中叫做旧萨尔 讲述的是年轻的萨尔从敦霍尔的城堡逃走 踏上成为兽人历史上最伟大酋长的旅程 而神秘的敌人试图穿越时空阻止萨尔逃离敦霍尔的城堡 以防杜隆坦之子解放他的同胞 并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兽人酋长 而玩家要做的就是保证萨尔的成功逃脱 保证历史不被改变 保证萨尔能未来成就他的一番伟业 在成功逃离敦霍尔的之后 萨尔开始了自己的语图 他访问了许多俘虏收容所 并发现他那一度强大的族群变得懒散虚弱 在这里找不到他所希望的值得骄傲的战士 萨尔继续寻找最后的兽人酋长Glom地狱咆哮 虽然人类在不断追捕Glom 但他仍保持着兽人旺盛的战斗欲望 在他的战哥氏族的帮助下 地狱咆哮为解放他被压迫的同胞而不懈战斗 不幸的是地狱咆哮永远找不到解救他们的办法 萨尔被地狱咆哮的坚定所感动 下定决心要找回兽人的战斗传统 为了寻找他自己的士族 萨尔向北方旅行 希望能碰到传说中的双狼士族 萨尔了解到 古尔丹曾经在第一次战争早期流放了双狼士族 他也了解到他就是兽人英雄杜隆坦 在20年前被谋杀的双狼大酋长的唯一 在值得尊敬的萨满祭司德雷克塔尔的帮助下 萨尔学习了在古尔丹邪恶统治下被兽人遗忘的古老萨满无法 一段时间之后 萨尔成为了一名强大的萨满祭司 并成为双狼士族的酋长 在元素的帮助下 萨尔决定解放被囚禁的士族 并将他们从恶魔的诱惑中解救出来 萨尔在旅途中遇到了隐居多年的兽人酋长 奥格雷姆毁灭之锤 作为萨尔父亲的最好的朋友 毁灭之锤决定跟随年轻有为的萨尔 并帮助他解放那些被囚禁的士族 在经验丰富的酋长帮助下 萨尔最终成功使兽人充满了活力 并为他的人民确立了新的精神信仰 作为他的人民获得新生的象征 萨尔回到了布莱克摩尔的敦霍尔城堡 并解放了收容所的兽人 但是在开战之前 他的主人布莱克摩尔却把他最好的人类朋友 Teresa的人头送到了萨尔面前 萨尔愤怒地将布莱克摩尔杀死 并解放了收容所的所有兽人 但在解放一座收容所的战斗中 毁灭之锤战死 萨尔拿起了毁灭之锤那传奇般的战锤 穿上了他的黑色板甲 成为了新的兽人领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萨尔的部落扫平了许多收容所 并使联盟发挥了极大的精力来应付他的精明战士 在他最好的朋友兼顾问 GLOME地域咆哮的鼓励下 萨尔为了确保没有兽人在此成为努力而战斗 而后大家也知道后续的剧情了 萨尔成功和暗毛巨魔酋长 以及牛头人酋长凯恩血体结盟 从此开启了部落的新时代 当然 这只是副本的主线 在这个副本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在平行时间的灰烬死者的诞生 这个我已经传到了魔兽世界经典场景的视频组里 大家可以去我那边看 IO以及血色修道院的BOSS的童年时光 怀特曼莫格莱尼的童年幸福生活 以及还可以遇到 人在为达拉然的肯瑞托议会效力的克尔苏加德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若干年后 血色的青梅竹马 克尔苏加德 以及我们所敬仰的灰烬死者 都会按时的出现在各个副本 暴雪总是不会遗忘这些细节 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们来说 早上 全部落空 上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